好 各位同學 那我們今天上我們的最後一節啦 我先跟大家劇透一下 這個之前我有稍微試過 你們的期末作業 用這一節課教到的EgoLin 應該會拿到最高的分數 好 就是 所以這個最後一節課總是最重要的 這樣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節課到底要教的 這個T度提升機是什麼東西 前面就是 那一節課不是我上的 之前我們有教過決策術 還沒有人記得 我們來確定一下好了 因為我不知道有幾個人記得決策術 還沒有人記得決策術是什麼 舉手一下 然後告訴我一下好不好 大概講一下 有沒有人記得 沒有 趕快好好講 講出來加兩分好不好 有沒有人要講 決策術是什麼模型 決策術是怎麼做的 決策術 決策術微分 當然不是啦 好啦等一下 你這個 你剛剛講微分的時候已經沒有辦法了 好啦你加兩分 可以嗎 你沒有同意啊 你不要微分同意什麼東西啊 決策術絕對是沒有辦法用微分做的 好不好 我們是不是問了很多 很多問題 然後每次答案都是我一分啊 怎麼大家已經有自約反應了 好 這個決策術啊 我們來 我們再給大家複習一下好了 就是我們來看一下決策術那一刻 好決策術是長這樣 就是 有一個人進來以後 我們就先確認他的第一個條件 確認完 yes or no 那我們就 再去一直往下細分 最後他到那個group 就是我們最終預測結果 那我怎麼確認 這個group是accept 這個group是decline 欸就看 我的sample裡面假設有1000個人好了 按照這個數的分法 分到這裡來 最後可能是100個人裡面有70個人同意 這邊可能分到300個人 那個就是250個都拒絕了 所以說 這個是 這個是決策術的基本邏輯 那剛剛那個同學講說 把它分兩群人啊 這個是 要選最顯著的變相 主要是 我一開始不知道我要選哪一個變相 來做分類 那我們就選最重要的變相 就是 區分效果最好的變相 好 那我們 再來第13課的時候 講到決策術以後 我們做了一個有趣的事 就是 我們把這個決策術變得很多個數以後 就是本來 你只有一個決策術模型 然後 就是data進來 然後就 跑完一顆決策術 然後他告訴你說答案是什麼就是什麼 後來我們發現我們如果做多顆決策術 就同樣的sample 我把它 抽70%上來 做一顆樹 再抽70%上來再做一顆樹 這樣子的做法 然後那個 然後之後有 假設我現在手上有10顆樹 一個病人進來 我就 先 讓他10顆樹都過一次 然後我把10顆樹的結果 做平均 我們發現這樣的 performance 好像會提升 是我們確定大家還有沒有印象 好不好 因為這個 我不太清楚當時的反應 好這個方法 就是 隨機申請這個方法叫Bagging Bagging Bagging的意思我再講一次喔 就是 你現在手上有很多模型 你每一次 每一個模型都是本來的sample 抽一小部分起來 然後建立那個模型 然後最後把這些模型的結果平均 這個就叫Bagging 這是很重要喔 就是你的預測不見得只要依靠一個模型 可以同時依靠很多個模型 這樣聽得懂我意思 好 那 Bagging 技術可以合併多顆決策數 有效提升模型準確度 還有一種方法叫BOOSTING 這個Bagging跟BOOSTING 是兩個 這個就是 專有名詞喔 BOOSTING的 BOOSTING跟Bagging是不一樣的 邏輯是不一樣的 Bagging的意思就是 每一次我都抽一些subsample 然後產生一個新的結果 然後每一個模型 對我的貢獻是平均的 啊 不行的意思是啊 我們先仔細聽一下 我現在講話 就是 我先用第一個模型做預測 那一定會有一些是準確的 有一些是不準確的 對不對 有些人被我分類對了 有些人被我分類錯了對不對 好 接著 針對那些分類錯的人 我再用第二個模型去分類 那接下來第一個模型加第二個模型 還是分錯的 我再用第三個模型去分類 依此類推下去 這個叫BOOSTING 好的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BOOSTING到底是 數學式是怎麼樣描述的好不好 好我們先複製這邊的語法 這邊語法可以幫助我們 把DATA分成 Training Radition跟TEST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 好那我們現在來教大家BOOSTING是什麼 BOOSTING是這個 BOOSTING這個 實際上 如果你用BOOSTING 然後再加上決策數的話 有一個專門名詞 叫Gradient Boosting Machine 這是T2提升機 這個模型啊 就是我剛剛已經劇透了 這個 你期末教作業的時候 用這個模型 原則上 你就會拿到最高的分數了 剩下的模型 你大概 就是你會比較辛苦 不見 有可能會拿到更高的分數 但是會比較辛苦 這個模型就是隨便 隨便丟下去 用Default的參數 大概就可以拿個 就是可以拿個 好像通常都會有個88 89分之類的 就是 這個模型真的是很強 好那這個模型是怎麼做的呢 我們來看這個圖 這個模型是這樣 好我們手一開始有很多X X就是你的這個 你想要用來預測的東西 Y是他的結果 一起丟進這個決策數以後 就是Tree1 Tree1做完以後 你一定會得到一個YH 你一定會得到一個YH 這個YH 這個YH 這個YH就是我預測結果 所以Y是實際值 Y減掉YH 是不是就是我的 這個 RESIDU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是我的 就是 我第一個模型 預測不完美的地方 那接著啊 這個RESIDU 我就把它拿下來 到 接下來的資料 現在的資料 變成還是那些X 還是那些X 你本來是31個變相 現在還是31個變相 但是我用這31個變相 直接去預測這個RESI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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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是不是會產生第二顆樹 然後接著 欸 我會得到 R1的RESIDU 減掉RESIDU1 減掉RESIDU1的 預測值 我就會得到RESIDU2 那這一個RESIDU 是不是照代理來講 會比第一個RESIDU來的更小 照代理來講是這個樣子 因為 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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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一部分被第二顆樹解釋了 這樣聽得懂我意思 那 依此類推 我們不斷的丟 所以這個BOOSTING 它是有一個遞進效果 它不是 它跟BECKING不一樣 BECKING是可以平時運算的 只是我可以同時給不同100個人 我可以同時給100個人 請你們每個人 先自己製造出一顆決策樹 那大家彼此不用溝通 然後 接著 有一個新的這個 CASE 我們需要預測的時候 我就可以同時丟給100個人 然後你們結果來投票 所以BECKING是這個概念 但是BOOSTING BOOSTING是有遞進效果的 BOOSTING是你一定要第一個人做完 你才有辦法算出RESIDU 你算RESIDU之後 你才有可能進行下一輪的預測 你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吧 好 那我這邊問大家一件事情 這個是 我先這個 我先把這個數學士再描述一次 然後我就要問大家一個 這個 我覺得 我覺得可以加五分的問題 好 來 首先我們先建立第一個模型 Y等於F1X 這個F1 他照道理來講應該是可以是任意模型 你想要放Support Victim Machine也可以 你想要放這個 就是決策數也可以 你想要放這個 呃 舉來說KN 或是你任何學過的模型都可以 這個沒有限制 好 當然 決策數比較方便 因為決策數運算起來其實很快 那接著 你預測完了之後一定會有一部分 你沒辦法預測嘛 所以我們把這個叫Recedure 來注意這個部分喔 Recedure預測完了以後 我們是不是可以馬上用 Recedure1 來建立第二個模型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 那這兩個模型是不是可以加起來 這兩個模型照道理 因為這個東西他等於這個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不是可以加回來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吧 可是照帶來講是直接加過去 照帶來講是直接加過去 但是啊 這個 Gradient Boosting Machine為了害怕 太快overfitting 這個先加一分好了 來有沒有人要講一下overfitting 沒有人記得 你講 好 那你就加一分吧 我再幫你解釋清楚一點 就是 預測Training Set過度準確 但是他在 就是考古題他很BED很熟 可是他實際上實力反而下降 就是他在真實世界的問題的時候 他反而變差 這就是overfitting 好 那這個 為了避免他直接加過來 他很快就overfitting 所以說 我 我 我要這個 呃就是 所以說我這邊會給一個 就是 這個這個字念 Alta 這個叫學 這個 在這裡也叫學習率 可是他跟T2下降法 那個學習率不一樣 這個 Alta這個東西就是說 我對於第二個模型來講 我不要他 我不要用他 百分之百的預測 我只用他來說0.3倍的他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殘差跟這個殘差 是不是就會不一樣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 那接著我再用這個殘差 再建立第三個模型 然後同樣的這個模型 要往前加 因為 這個模型 跟這個 他相等 他可以往前加過去 對不對 那再加過去的時候 一樣我再給這個 F3 Function 乘上Alta 所以 這樣子一路往下的話 你會發現 最終的Y 他就會等於F1X 然後加上 這個 Alta F2X 加上 Alta F3X 加 Alta F4X 依此類推下去 好 如果我們了解到這裡的話 我們要問加五分的問題 我現在的問題是 請問一下 這個模型 我剛剛說他可以是任意模型 對不對 他可以是任意模型 可以是support victim machine 也可以是KNN 也可以是決策術 對不對 請問一下這個模型 他可不可以放 線性模型 好 不管可不可以 為什麼 可以或為什麼不可以 有沒有人要回答 沒有人要回答 沒有人要回答 回答個一半 我們也是可以試考慮加分嘛 對不對 完整回答但是加五分啊 有沒有人要回答 這個F1 可不可以是線性模型 大家連用拆的都不想拆 蛤 可以 可以嗎 可以嗎 好可以的舉手 可以的舉手 好 不可以的舉手 欸怎麼會有人舉兩次 這什麼意思 不行不行不行 來來來 所以你是 舉兩次的是可以是不是 好 等一下說不可以的 在那個群組裡面說自己加一分 然後可以的只能加0.5 沒有舉的就沒有加分了 自己抱啊 好不好 兩隻手不算喔 兩隻手就是那個就是可以啊 我剛才問過囉 好那所以不可以用線性模型 好那現在沒關係 能夠回答出來 能夠真正回答出 為什麼不可以用線性模型的人 光這個答案就值得加五分了 來有沒有人要講 好你試試看來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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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覺得 你好像 你是說要Bagging 才能夠用線性模型 然後再用線性模型 再Bagging 一次性會比較好 好沒關係你就加一分好了 安慰講好不好 好還有沒有人要講的 這個不能用線性模型 為什麼不能用線性模型 沒有人要回答 沒有人覺得自己有辦法回答 有沒有研究生要回答一下的 都沒有人想 那我要講答案喔 我講答案之後 你們會發現 你們會發現這個問題其實很簡單 有沒有人要講的 不要害怕 沒有 好那我要講答案喔 好來 這邊所有的輸入都是X對不對 所有的輸入都是一樣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式子可以寫怎麼樣 我們把它假設一下 他等於 就是我們 我們如果後面不看 我們只看第一個式子 那這個X假設是X1跟X2好了 他是不是可以寫成 這個 這個 舉例來說 Y等於A 加上BX 加C X2 可以嗎 所以有ABC三個係數對不對 可以嗎 那 這個式子 因為他線性模型 我們假設剛剛那是A1 A2 A1 B1 C1好不好 那在這裡他的係數是不是可以是 A2 B2 C2 所以說 這兩式子如果合在一起 他們的係數是不是就是 A1加 A2 B1加 B2 C1加 C2 A1 了解我的意思嗎 如果這是線性模型的話 那 你不管加幾項 是不是都等於是1項 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那這樣子這樣加下去還有意思嗎 那你一開始就給 給出那個最終結果就好啦 聽得懂齁 就是 如果你想要 產生Boosting的效果 你想要產生Boosting的效果 那你勢必不能用線性模型 因為否則 你一直往下預測下去 你一直往下預測下去 他看起來會有很多個式子 那只是因為你這邊故意給他一個學習率 對不對 你本來可以 Y等於 5加上 10X1 加上15X2 然後你把它變成 那首先第一個式子是 1 加上 2X 加上3 3X2 然後接下來第二個式子是 2 加上 6X1 加上 9X 就是加上 3X2 類似這樣子 那你最後再把它加起來 最後變 50 15 這樣沒有意義嘛 對不對 所以這裡 不能用非線性 這裡一定要用非線性模型 這樣可以嗎 好 我覺得就是 就是 就著這個例子 我來跟大家強調一下 就是 以後 我們如果說就是 你以後遇到線性模型跟非線性模型 你需要考慮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 線性模型的複雜度很低 因為它動不動就可以合併 線性模型動不動就可以合併 你舉證連乘好了 舉證 A A舉證乘以 B舉證乘以 C舉證乘以 D舉證 假設 B C D都 假設只有A是Input B C D都是參數 那B C D是不是也可以先乘起來 然後再跟A來乘 所以線性模型 它有一個很大很大缺點 就是它完全沒有辦法提升複雜度 大家只要記住這一點就可以了 好不好 雖然說這節課 已經是這學期最後一堂課了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就是我們來做個實驗 這個Party這個套件 是 是決策術 用來做決策術的套件 這個C tree 我們就先限制它的最大深度是兩 兩層 所以這個tree model 鐵定預測就不是很準確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我們來試一下 好這個是說我們第一棵樹 我們總共製造十棵樹 在做第一棵樹的時候 它Y就是自己本的 Recedure就是自己本的 預測完了之後 得到Predict Y 再相減得到Recedure 2 然後依死類推繼續下去 好我們按下RUN 我們來看一下每一棵決策樹 好這是第一棵決策樹 一個病人進來以後 首先我們要先 我們要先這個 我們要先假設 我們要先看他的年齡 他的年齡 他的年齡是大於77歲 然後Recedure 20是0 所以他的平均值是4.97 這是我們取得第一個預測值 對不對 然後接著 第二個預測值我們把它放上來 好接下來第二個預測值 我們第二個預測值進來 比如說他的QTC是這個 是大於441 然後QRST大於195 所以他是不是又獲得了1.524 所以對於剛剛這個病人來講 他就是4.397 再加上1.524 這個1.524要乘以ALTA 我們的ALTA是0.3 所以他的預測結果就是 這個數加上這個數乘以0.3 好那我們再看第三顆數 第三顆數 我們假設他的QTC在這裡 然後在這裡 他又要再加上0.3的 0.3乘以0.0.49 這樣以此類推繼續下去 這樣大家對這個 就是Gradient Boosting Machine 有一些初步的了解 就是你必須回頭看一下這個式子 他式子永遠都長這樣 現在這個F1X 不管他長成什麼樣 他就算是一顆決測數 最後他總是會獲得一個數字 那獲得那個 4.0.1 2.1 1.1 1.3 1.3 2.3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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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